早上九點發放才開始 天未亮 清晨四點 志工們已經在月光下 列隊接力 搬運大米 天一亮九點前 三百多戶鄉親們 一到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 眼前所見 竟然有序 有大米 有生活用品 都是他們過冬時最需要的 82歲的老奶奶 不識字 身旁都有貴人協助領取 還能夠遇到熟識的志工 志工早在發放前拜訪過老奶奶 第一次見面 就決定要將她列為長期關懷的對象 那麼在這次訪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實際是 這個比例是很大的 雖然說她離成都這麼近 但是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弱勢人群 需要我們能去給她 更深層次的一些幫助 陳家美一臉愁容 帶著小兒子來領取物資 她心裡掛念的是 患有白血病的大兒子 所以你更要提起信心 因為你還要顧到家裡這個小兒子 大部分都是因病而平 家裡有一個人得了重病 然後就拖垮了整個家庭 透過董寧發放 讓你看見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不單是要陪伴他們度過寒冬 也要一起迎接春天的到來 帶來新聞真正美之宮 市村綜合報導